今天我们看到 早上三大指数方面 又是一个集体的高开了 那么互指开盘之后 有一个震荡拉升 那么进入到2023年以来 我们看A股的整体表现 其实都是比较强劲的 想问一下您会怎么来看 开年以来的A股表现呢 那么后市大盘的趋势方面 您又会如何来展望呢 首先我们对于 2023年的市场整体 是呈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主要的原因呢 一方面呢 从宏观经济来看 2023年的经济增速 有往明显的好于2022年 我们知道2022年呢 受这个俄乌冲突 以及新冠疫情等多方面的影响 整体的经济增速呢 是低于预期的 2022年前三季度 我们的GDP的增速是3% 从一些先行指标来看呢 四季度大概率呢 是会低于3% 也就是说全联我们的增速呢 大概率会低于3% 在近期有很多地方呢 已经开始召开了两会 这些地方整体的 确定的全联的经济增长目标呢 基本上都是高于5% 我们也预计呢 全联我国的整体的GDP 也是有望高于5% 这个增速呢 和去年来比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呢 从外围环境来看 困扰全球资本市场呢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通胀 而近期呢 美国也公布了上个月的通胀数据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所以低代率 美联储的加息 也可能未来的空间比较有限 对市场的影响也比较有限 或者说已经在前期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化 这也是近期很多新市场股市 出现较好表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呢 我国也公布了去年的通胀数据 而这个通胀数据呢 在全球来比 包括和我国历史来比 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目前仍然处于 低于3%的温和通胀的水平 这种温和通胀呢 既有利于促进消费 而又不会引起恶性通胀 造成了这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之下 我国不排除在今年 可以继续采取一些货币政策 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再考虑到2022年呢 A股市场呢 已经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 而租值呢 从利子来比 也都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从全联的表现来看 我们是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而从中短期的走势来看呢 目前上升指数 基本上也都在中短期的均线上方 中短期的均线 仍然是呈现着多头排列 仍然会对股指构成一定的支撑 所以呢 中短期市场的走势 还是比较少的 它呈现的压力 仍然存在 就是上升指数 连接的压力 也仍然存在 而我们认为长线 市场呢 也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主要呢就是 目前困扰全球的疫情 在目前呢 仍然还在继续的肆虐 融物冲突呢 仍然还在持续 市场全球的不缺的因素 还是比较多 而且全球的整体的增速 有可能呢 还会继续的放缓 从来也会给我国的出口 等方面呢 带来赢人影响 包括外围的股市 也有可能还会有 震荡整体的要求 所以整体来看呢 我们中短线仍然看好市场 长线呢 仍然还是持较谨慎的态度 嗯 好 那马上要过年啊 下周之后 A股就要迎来农历 新年长假期了 那对于投资者啊 在春节前的这个操作部署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在春节期间呢 A股有一周的停牌 而海外市场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在持续的交易 所以市场的不去的因素 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建议稳健的投资者呢 可以考虑是比较低的仓位 因为一周的时间呢 可能并不会对我们的财富 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而如果让我们安安心心的过节 真的还是比较好的 而一些积极的 或者进取的投资者 我们建议还是可以 持较高的仓位 因为目前市场的中短线趋势 还是没有改变的 还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当然呢 在最后一周呢 有可能市场 整体的观望气氛 会比较浓 因为这个节日的效益呢 对节前的这一周 可能还会有影响 市场的交投 仍然可能还会较为清淡 这可能呢 会使一些短线的市场 不会很活跃 就从A股市场 近期的表现来看 由于成交量呢 相对于历史的 偏量来看 仍然是属于较为低迷的水平 所以整体的一个 成交的情况 不高呢 就造成了热点的持续性比较弱 所以很多的热点呢 都是一日行情 所以呢 对于一些短线的这种题材 不建议过分的追高 而且从近期的旁边来看 虽然整个大盘表现比较好 很多赛道股呢 也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前期的较高的 一些高位的个股 一些题材股 很多都出现了持续的回落 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 对于题材股呢 也是要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所以整体来看呢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 决定自己的仓位 但是呢 在品种选择方面呢 尽可能的关注一些 安全边际较高的品种 回避一些估值过高 以及前期涨幅较大的品种 嗯 明白 那么近期啊 我们来看上市公司呢 也是在陆续的发布一些年报 或者说是年报预告 对此呢 想问一下您认为啊 这个投资者应该如何来防范 当中可能存在一些暴雷风险 或者说把握一些相关的机会呢 财务报表呢 就是上市公司的语言 活着者呢 应该高度的重视 一方面呢 在这个报表出来之前 可以做好适当的误局 或者是防范 另外呢 在报表出来以后 也可以进行认真的解读 在前四个月呢 我们将会完成去年的联报 而且在一月份呢 也要完成 就是达到这种业绩预告要求的公司 也要完成业绩的预告 这样的话呢 会给市场带来很多 各补的机会 因为上市公司的安全边际 和成长性的差异 会加大各补分化 那么从目前呢 已经完成联报 或者联报预告的这种公司来看 我们看到了一些强势的行业 比如说一些新人员的行业 包括一些这个受益疫情的行业 他们整体的这个业绩呢 还是非常亮丽的 但我们建议投资者呢 关注这个联报的这种景气 要尽可能的关注 可持续的高景气 也就是说这些公司 如果未来它的高景气 还能够继续的持续 那这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尤其就像这种赛道类的个股 比如说新人员的个股 在去年很多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调整 目前的固执水平呢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这样的品种呢 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的关注 而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继续的关注 混进反转的公司 虽然它的联报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呢 在国家的防控政策改变以后 它未来的业绩增长呢 确定性是比较强的 就像我们在前年底 就开始建议关注的 像旅游 酒店 这样的一些混进反转的公司 虽然去年这些赛道非常巨大 近期呢是出现一定的调整 但从长远来看 如果这些公司的界面 能够得到持续的改观 我们建议这样的品种呢 在调整充分之后 也是可以适当的关注的 所以呢 一方面呢 我们要提前的回避一些 业绩较差 固执过高 尤其是有可能有退市风险 或者是减持压力较大的品种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从未来景气有望增长 可以关注两个细分行业 叫细分领域 一个是可持续的高景气 另外一个是有望反转的低景气 嗯 明白 好了 另外再请问一下许先生呢 我们看到许先生从去年底的时候 就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不止一次啊 是建议可以从开始关注港股 那近几个月 港股的走势也是非常的强劲了 那来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港股已经是累积了不少的一个升幅了 那您认为啊 未来还可以继续来到关注 来到看高一些吗 首先我们的结论是 仍然可以继续关注的 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建议关注港股 当时我们还提到 当时的恒生AH议价指数呢 是超过了150 而近期呢 港股的涨幅是远远的强于A股 比如说像恒生指数 从去年10月份的低点到现在 涨幅已经超过4成 恒生科技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6成 那这个涨幅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目前的恒生AH议价指数 超过35% 就超过了1% 而这些A股和H股呢 它是同股同权的 它的分红也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资金 购买分别购买A股和H股 那我们同一家公司的分红 如果是买H股的话 那我们买H股的分红 比A股呢 就会多1% 那么这对于一些价值投资者而言 那么首先很多优质的港股的补息率 就已经非常高了 如果比A股还能够高35% 那么这个吸引力会进一步的增弃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 其实南下的资金也是在持续的流露 说明了港股的这种低估值 仍然是受到市场的一个认同 那港股前期的低迷呢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政策的影响 比如说政策对一些平台内的公司 给予的规范 可能对这些公司的盈利前景 会造成一定的打压 但这些平台内的公司呢 也会涉及到大量的就业 而我们从就业数据来看呢 是非常不理想的 中国目前的这个失业率 仍然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所以国家目前对平台内的公司 在前期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之后 然后现在呢开始了一些扶持的政策 所以这些平台内的公司 我们认为未来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进入院的好转 而很多的龙头类的个股呢 就是这些平台内的公司 这些公司的这个行业背景向好呢 背景情况下呢 那么他们的业绩就有望提升 估值呢也有望提升 还有一些游戏类的公司 前期国家也是有很多政策的打压 那近期呢 关于这种游戏 从政策上呢 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转向 因为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可能会使这个大家有很多休闲的时间 而这些游戏时间的这种打发的话 实际上也能够带来巨大的这种行业的一种机遇 所以游戏类的公司呢 在政策出现拐点的时候呢 也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那么这是港股中的一些平台内的公司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种AH的公司 有很多是一些优质的大盘蓝筹股 比如说银行类的 保险类的 基建类的 航运类的 航空类的 各类的这种行业龙头 实际上它也都是有H股的 这些公司呢 也会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今年我们的GDP的增长 有望出现复苏的背景之下 他们作为微观的公司 尤其是行业的龙头公司 也会因此而受益 他们的业绩的增速 也有望在未来以前的基础上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这些公司呢 未来也会能够得到资金的青睐 另外前期港股的走落呢 也会因为流动性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弱 受这个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比如说在美联储不断加息的情况下 来说资金回流美国有关 而我们刚刚提到 就美联储未来加息的空间有限 美元指数近期都已经出现了持续的回落 这种资金外流的压力 也有所减轻 所以港股的资金面 也有望得到一定的改观 所以在这种既有宏观 基本面的利好 也有这种资金面的利好情况下 我认为港股呢 仍然还是可以继续看好的 何况它目前和A股呢 仍然还是有比较大的价差 仍然是属于一个价值的挖地 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 仍然可以顺势而为 继续关注 好 非常乐观 好的 感谢徐先生这一时段的精彩点评 那先休息广告过后 回来还为港股翻解 感谢徐先生